在花莲市立幼儿园也加强了防疫措施 采分流方式为入园的孩童来量额温检查口腔 同时每天都会定时量温三次 所有的邮居设施还有校园空间都严格消毒 要让幼童有安全卫生的学习环境 也让家长可以放心 寒假过后第一天上学 小朋友们都还睡眼惺忪 背着枕头棉被书包到幼儿园 一到校门口园长和老师们就引导小朋友分流入园 并且量测额温检查口腔还要消毒手部 确保每一位小朋友没有异常状况 一早来我们还是一样在门口 落实我们的额温以及喉咙的检查 而且我们采用分流的状况 保持疏散的路线 希望能够达到安全检查 能达到卫生管理的目的 那我们长期以来都进行一日三检的活动 教玩具的消毒 以及我们学校教室所有走廊空间 草地游乐器 我们也都做了两次的彻底消毒以及打扫 我们也希望这样能够给小朋友一个 确保安全卫生的环境 市长渭嘉贤也到场关心孩子们的上学情形 他表示除了做好防疫措施 也会加强防证防火教育宣导 要让孩子们从小就有正确的防疫和防灾观念 在上课的时间不要有传染病的发生 那在因为过年期间 大家都可能各自去各地去旅游或是过节 那我们希望回来以后 让孩子有一个安全安心卫生的一个环境 所以我们做这样的一个检查 那我们期盼开学以后 每一个孩子能够在上课的同时 也能够安心 也能够让家长放心 那未来我们会持续的来做好相关的防疫措施 那未来一些防证的 还有一些防火的宣导 我们也会持续加强 那也恳请所有的家长来放心 那也要再次呼吁所有的 化验视频朋友们 那防疫的工作 真的是每一个人都要积极来做 那防灾的工作 也是每一个人积极要去来做因应的 花联市立幼儿园表示 会严格落实消毒防疫工作 确保孩子们在校园的卫生安全 要让家长们可以放心 借理会幻视报道